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5月22日开幕 人大开幕前夕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荣誉董事长卢瑞安 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今年两会自己的议案 聚焦香港旅游业发展 建议把扶持香港旅游业发展 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卢瑞安表示 旅游业历来都是香港的重要经济支柱 特别是在目前香港黑豹横行的情况下 深度开发内地文化旅游项目 或将成为帮助香港青年了解内地的有效方式 对于未来香港旅游业的发展 卢瑞安称要多管齐下 在旅游线路方面 旅行社应该设计出 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内地旅游线路 导游领队方面则应该加强培训 对于此次两会 卢瑞安称十分期待 希望两会之后 香港各界能齐心协力 助力香港走出困境